本土剧女性月红今年50岁 当初以亲戚不计较打开知名度 近期则在天道与江国兵权势相爱相杀的40年情侣 近来终于修成正果 江国兵躺病床和月红登记结婚 也是观众最爱的黄昏恋CP 和剧中的甜蜜感情相比 现实中的月红如今仍小孤独处 他也开出择偶条件 据三立新闻报道 月红出生单亲家庭 从小和爸爸相依 多年前为了爸爸砸千万买六层楼的透天错 又花百万装潢 想接爸爸一起想天伦乐 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爸爸却突然摔倒 如内出血 动了二次重大脑部手术 便一直握病在床 由于爸爸身体状况 因此决定把爸爸送到安养院照料 后来爸爸也不幸离世 月红至今想起人充满遗憾 我为了爸爸特地找有电梯的大房子 没想到他要搬来的前几天就跌倒 应该是享福的年纪 却从此落病在床 近日他因为和江国冰演对手戏 受到不少观众讨论 被问到感情状态 他坦言 我已经六年没有碰感情了 不过倘若遇到心仪对象也不排斥 月红分享目前感情观 不一定要结婚 主要是生活上彼此腐蚀 精神上也能互相依靠 开出的择偶条件就是希望另一半 能向家人陪伴在身边 他也提及随着迈入中老年 心境上也有很大的转变 没拍戏的时候 就在脸书分享心灵小雨 另外因为吃素的关系也嫌少和朋友在外聚餐 如今他对于感情并没有太多想法 认为一个人自由自在也很好 过好当下的生活